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每天都有上百例的新增确诊个案 花莲更在6月10号一口气暴增七里 民众人心惶惶强买防疫物资 好配合政策再加安心防疫 但却传出有不肖人士在这时候动起了歪脑筋 假冒公家机关寄送邮件 谎称只要拨打指定的电话 就能领取回馈乡民的免费口罩 警方呼吁民众务必小心防范以及求证 近日国内许多地区传出 民众在信箱里收到装有诈骗传单的信封 传单内容写道 为了回馈箱里并且共同防疫 本区乡亲每户提供口罩一盒 但是领取方法强调 是为了求防疫不能群聚 要求收到信箱的乡亲要拨打指定电话 0901 032 728进行实名登记 之后才会宅配到家 诈骗集团利用民众的作点 进行各项的诈骗 日前国内其他地区出现 诈骗集团以不明的信封 装册广告资料 要求民众打电话登记 可以获得免费的口罩一盒 警方指出目前传单上的联系号码 0901 032 728 已经被通报刑事局165专线 并且听话 但是诈骗集团仍然可能会更改号码 或持有其他门号 唯恐嫌犯顾忌重施 那呼吁民众疫情期间 除了做好自身防疫工作之外 对于来路不明的讯息 请拨打165或者是110 或者是到就近的警察单位 进行确认防止自己被诈骗 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 在疫情当前的节骨眼 更有可能贴合防疫话题 使用相关的话术拐骗民众上当 不论是有偿或是无偿之防疫物资 或是疫情相关的纾困补助等等 呼吁民众都要小心防范以及求证 记者高松双预阵采访报道